- 字幕- 哈囉大家好我是影子 今天影子要來介紹克勞烏寶馬哥這隻角色 為什麼他稱為寶馬哥呢 因為他的大招就是騎著一隻馬去撞敵人 所以很多人都叫他寶馬哥 首先呢我們來看一下這隻角色的能力值 直到六星覺醒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生命力是6400 然後防禦力是752 他這個坦度呢是整個遊戲中所有騎士裡面 所有的坦裡面最坦的一隻角色了 沒有一個防禦力高達他這麼高的 所以這隻角色呢只要少少的裝備 就可以把他坦度撐得很高 那給大家看一下我這邊的克勞烏 我的克勞烏呢還沒有升到六星才五星而已 然後呢裝備的項鍊呢 不錯的項鍊但是我沒有把他升滿 然後呢戒指呢是之前 競技場第一賽季給的 那主屬性也不對 因為這隻角色需要生命力的主屬性 所以主屬性也不對 等於有更好的手勢我再把他換掉 可是呢我穿這樣子而且才50級喔 防禦力就高達1200 就是很爛的裝備然後還沒有升到60級 就已經防禦力這麼高了 我這樣的程度呢勉強可以坦龍11 我給大家看一下 沒有大家看到這是我剛剛試打龍11的畫面 他居然可以坦得住龍11 而且才50級 所以我把他升到60級之後 然後手勢把他升上來再帶好一點的戒指的話呢 就絕對可以坦龍11的 他的坦度完全沒有問題 那當然就是要搭配一隻補師 補量高的啦 大家沒有看到 最後他是MVP 然後他的輸出也不錯喔 沒有看到他的輸出居然比士兵還高 為什麼呢 因為他快死的時候他自動的話會放大招 撞下去的話也可以撞龍大概2萬多的血 所以呢這次大招在打龍也是非常不錯的 只是偶爾才可以放一次 就如果大招有提升等級的話是5回合才能放一次 看一下他的技能 他的技能大招呢 召喚神獸吉科弗里德 他的馬居然有名字耶 我完全不知道他的馬叫做吉科弗里德 有人知道嗎 攻擊敵人後在兩回合內死自己產生防護罩 傷害量根據自己失去的生命力等比增加 貫穿目標的防衛力 此攻擊不會產生暴擊 防護罩會根據自己的生命力等比增加 所以這隻角色就是生命力撐越高的話大招撞人就越痛 然後呢護盾也就越多 再來第二招突擊 這招也蠻好用的 讓敵人的單人速攻值減少35%之後呢 使全體我軍在兩回合內防衛力增加 根據自己的最大生命力等比增加傷害量 所以這次撐生命的話 這招攻擊力又會更高 然後呢冷卻時間4回合 在技能強化的時候 加4的時候呢冷卻時間會再減一回合 所以變成3回合就能用一次 所以是非常不錯的 可以讓全隊一直有防禦的buff 在PVP也是非常有用 普通攻擊呢在PVP也是很有用的 用劍技攻擊敵人以50%的幾率在一回合內挑釁 根據自己最大的生命力等比增加傷害量 然後下面這邊可以看到 加2的時候效果發生率加5% 然後加3是加4% 加5的時候又加10%所以 最後呢 如果把這邊加到5的話 普通攻擊有75%的幾率會挑釁敵人 他這個幾率已經很高了 一般角色的普通攻擊挑釁 大概都只有落在50%左右 就可能初始是35% 然後強化技能再加個15% 但這隻角色不是 這隻角色是最後可以弄到75%的挑釁幾率 所以是非常高的 就是為什麼這隻角色在PVP真的是還蠻厲害的 他可以一招撞死暗肯 一招撞死幾乎所有的角色 除了會復活啦 會不死的角色 他撞會比較沒用之外 但是 絕對會把人家打到殘血就對了 那這隻角色基本速度只有100 所以算是比較低一點點 那大部分的角色其實都有105左右 所以他稍微比其他角色低一點 這是他的缺點就是速度比較低 然後一般我們給他穿的裝備也會以生命跟防禦力為主 所以通常速度不會撐太高 所以呢我這邊鞋子是暫時給他穿這個 但是如果以後真的要練到他到六星重點投資他的時候呢 我會把我的鞋子換成主屬性速度的 這樣子他速度才不會太慢 這樣子給全隊一直上防禦力增加的buff 然後呢大招也不會說自己都還沒有行動就被敵人殺死了 所以我建議大家如果玩這隻的話呢 鞋子的主屬性要是速度 那不一定要裝備速度套裝 我覺得裝備其他套裝也ok 然後再來神器的部分 神器他其實還蠻多個神器很適合他的 首先呢五星裡面有寶劍我覺得非常的適合他 就是其他我軍受到攻擊的時候自己以 滿擊的時候是20%的機率反擊 那這個寶劍呢在敵人使用全體攻擊的時候自己會很容易跳出去打敵人 寶馬哥的普通攻擊其實傷害也蠻高的 因為會看他的體力來增加傷害 所以他生命越高打的也越痛 另外就是最見的就是會挑釁敵人 在技能等級加高的時候呢有75%會挑釁 所以讓敵人的打手 常常動完之後呢被他一反擊 然後打手就必須下一回合要打他 所以這個寶劍非常適合寶馬哥 那寶馬哥血低的時候呢就直接用大招撞死敵人 直接帶走一隻所以很好用的 再來四星裡面呢有一些 神器給他來穿也不錯 像是這一個 這一個神器呢因為寶馬哥本身速度慢 所以其他角色被打的時候可以幫自己提升一下 速攻值這個卡片給寶馬哥撞 會讓他的行動速度變快很多 再來就是亞烏利斯 這張卡片就是讓自己會承受其他我軍 受到的20%傷害滿擊的時候 那這有什麼好處呢就是因為在 打競技場的時候啊通常敵方的電腦都會先挑我方 比較血薄的角色去打 所以一般都不會先打寶馬哥 那這張卡片好處就是在其他角色受到傷害的時候呢 有一部分傷害會給寶馬哥吸收 這樣子的話呢寶馬哥血才會減得比較快 然後比較可以快用大招去攻擊敵人 然後其他角色呢也比較不容易死 因為一部分的傷害會被寶馬哥吸收掉 所以這張卡片給寶馬哥也是非常棒的 三星神器裡面呢 竹台給寶馬哥是很不錯的一個神器 還有迷宮的方塊也ok 迷宮的方塊也可以讓寶馬哥自己的行動速度快一些 所以這個也不錯 這個蝴蝶的曼陀琳 這一個神器也不錯 有時候寶馬哥收集的時候啊 會在下一個回合產生追加回合 就是多動一次 機率不高因為他畢竟是三星嘛 但是也很好用 煙斗呢我不建議大家用 但是如果沒有其他三星神器的話 煙斗也是可以暫時先用著 他是讓寶馬哥生命力為一半以下的時候呢 受到的傷害減少 但是減少的%也不高 所以煙斗我覺得還ok 就是一半半 如果真的沒有神器裝可以給他裝煙斗 好 神器的部分就介紹到這邊 所以有很多神器他都很適用啦 那我帶他打競技場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我寶馬哥真的沒有特別的去練他 技能也都完全沒有升 所以呢 這邊就是 運氣好的話可以給大家看到他撞人的音質 如果運氣不好的話可能就看不到 那我這邊把露娜換掉 可是撞人還是可以一隻帶走喔 50等級然後爛裝備也是可以帶走一隻敵人的 好處就是連他撞木系的角色的時候啊 他都可以一招帶走敵人 因為 就算被敵人閃避之後 他的大招還是超級的痛苦 這邊先殺敵人的聖女 我現在幫馬哥血好像只有一半吧 應該是可以撞一個人的 是可以先撞人啊 或者是我這邊可以選擇用第二招 幫全隊增加防御力 兩個都很不錯 我這邊先加防御力好了 然後先把 這隻撞死 應該可以撞死他 對啊閃避都死 因為他的攻擊力也不低喔 他只要生命高的話攻擊力也不低 我現在給我寶馬哥裝的是 就是其他隊員受到單一攻擊的時候 我寶馬哥的速攻值會增加 我這邊先打前面 因為呢我寶馬哥直接可以撞死後面那一隻 就是 我們來看一下傷害多少 只減半血喔 只減半血就可以撞9000的傷害 所以你看他如果血減到大概 快死的時候啊 一撞就是可能1萬多的傷害 好我們現在要挑戰敵人這一隊 對 那應該打不贏啦 不過我只是測試一下 因為我寶馬哥真的沒有練 所以他速度什麼都很低 我只是想給大家看一下 寶馬哥一招撞死暗肯的畫面 呵呵所以我再打這一關 那我們現在打 打誰呢 打敵人的 聖女好了 那寶馬哥一定剛開始都會先用第二招啦 除非第一回合血就撿到很少 應該通常不會撿那麼少 這樣可以幫全隊加防也非常好 血減的不多 但是應該可以一招撞死前面的聖女 因為他聖女不死實在太麻煩了 先把他撞死好了 應該可以撞死吧 我現在撿了多少血 我撿了四千 四千五的血 有沒有打敵人就四千六 呵呵應該是輸了 不一定喔 所以把我馬哥一挑三 應該是不太可能 應該是不太可能 我們先打羅娜好了 羅娜血少 啊 他都在那邊 有些人 呢 有些人 不太難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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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死欸,他死掉了 哈哈哈哈,沒有讓大家看到撞暗肯的畫面 好,剛剛有撞一下聖女啦 但是我的寶馬哥裝備還沒有練上來,所以不夠坦 打大師應該輕輕鬆鬆的,可是打挑戰裡面的人 沒有練上來是不太可能 我們去測試一下技能倍率給大家看好了 因為測試的原因呢,我們就打火精靈祭壇第五階段好了 我必須要比敵人第一波敵人早行動 像這樣子,我比他們早行動就可以來測試 因為我要在滿血的時候放大招看一下打敵人到底多少血 那我們這邊先測試普通攻擊 看一下我打...打史萊姆好了 暴擊的時候3066 然後呢我們再來看第二招 我直接退出啦,反正這樣比較快,不然還要等敵人行動 我們再來看第二招撞一下敵人多少血 3066嘛剛剛 我的技能都沒有增加喔,所以都是...全部都是最原始的傷害 裝一下實在一 哇沒有暴擊,沒有暴擊我衝了一次 沒有暴擊就2400啦其實還蠻高的嘛 所以第二招傷害預計是比第一招來的痛 就是比普通攻擊來的痛 我要暴擊之後看起來比較準 暴擊人 4200 所以傷害是比較高的 我們來看一下傷害倍率 好所以剛剛看了一下呢 第二招傷害是4206 然後第一招普通攻擊是3066 4206除以3066會得到 1.37 所以就是多了37%的傷害 1.37倍啦,第二招 大概就是多了 三分之一的傷害 然後我們現在用大招看一下滿血的時候撞人到底是 多麼的癢 呵呵呵呵 我已經知道他會很癢 因為完全沒尖血 708,不過沒有暴擊 啊他不會暴擊吼 那因為最後一招不會暴擊 所以我決定再打一次看一下普攻 打史萊姆 沒有暴擊的時候傷害是多少 啊這個大字的不算 我們要看小字的 因為剛剛大招是小字的 謝謝你的追隨 我打太多盤都 都是一直暴擊 不然就是大字 從來沒有看到小字的 所以我決定呢 就把剛剛的 大招的傷害 然後乘上他的爆傷 來看一下傷害好了 這樣算我本來是怕會有誤差 可是剛剛實在打太久 都完全沒有 普通小字的白字傷害 所以呢我們來看一下吼 現在的爆傷是 175% 所以我們等下乘於1.75 好我剛剛算了一下 我大招撞下去 就是血沒有減的時候呢 是 708 然後呢因為爆傷是 175嘛 所以假設我們大招暴擊的時候 所以708乘於1.75 我們會得知 如果大招暴擊的時候是 1239的傷害 1239除以3066就是普通攻擊爆傷的時候的傷害 會等於 0.40 所以就是40% 大招的傷害是普通攻擊的40% 所以就是非常低的 只有在他減血的時候會非常的痛 那我們接下來要來看 血減一滴是不是大招的傷害會增加1 我們要來看一下 先讓敵人打我幾下之後 看一下減多少血之後我們再放大招 然後跟剛剛普通直接放大招的傷害做一下比較 誒不要讓我攻擊力減少啊 呵呵呵 這樣看不出來的啦 就重來 我都不知道敵人還會讓我攻擊力減少 這樣會計算有誤不可以 再來一次 不要再攻擊力減少了喔 誒 太過分了喔 怎麼可以這麼過分呢 我很討厭史萊姆 呵呵 現在徹底的恨死史萊姆了 呵呵 玩其他遊戲都很喜歡史萊姆這個遊戲 可惡的史萊姆會讓我攻擊力降低 不要再中了啦 閃避,nice 還有一隻 要過兩隻史萊姆的關卡 OK 還好 不然我又要重來不知道多少遍 好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我血已經減到 11658 所以我們總共是減了2132滴的血 然後我們現在用大招撞一下後面的史萊姆 可恨的史萊姆 看一下減的血是多少 3052 好我們剛剛測試呢 血減了2132的時候啊 我們撞下去的傷害是 3052滴血 本身沒有減任何血的時候 撞敵人是708的血 所以總共相差了2344 我剛剛減的血量是 2132 2132乘於1.1 就剛好是2344 所以呢 他這套大招的傷害 就是 普通攻擊的0.4 然後再加上我們損失血量 乘於1.1 不是乘於1喔 他是乘於1.1 這是我們剛剛測試所發現的 所以我們減1萬滴血的時候啊 大招打下去的傷害就會變成 1萬1000 多1萬1000滴的傷害 所以他不是乘於1.1 OK 這個角色就測試結束啦 這些角色真的非常好用 不管在推圖啦 或是PVP啊 都是非常好用的角色 但是就是要撐一點速度 他唯一的缺點就是他速度比較低 他可以幫全隊增加防禦力 大招可以一招帶走PVP的幾乎所有敵人 然後呢 自己本身又非常的坦 所以在打龍11的時候可以當坦位 也非常不錯 他大招轟下去 打龍也是會有一兩萬的傷害 大家知道 因為他的血隨便就可以撐到 1萬多 甚至還可以撐到2萬多 那如果大家有抽到這隻角色的話 我建議大家是可以練 所以我接下來也是打算要練這隻角色 因為 說實在 還蠻有用的 然後幫全隊增加防禦力的角色呢 老實說這個遊戲並不是非常多 好以上就是克勞烏寶馬哥的測試影片啊 希望大家會喜歡 明天要改版了 我會先拍一個改版的影片 然後如果有要抽角色 我會拍抽角色的影片 然後下一個 測試角色的影片呢 我會來測試 泰溫 除非我抽到新角啊 如果有抽到新角的話 我就會測試新角 那如果沒有抽到 我就會拍泰溫 泰溫我遲早會拍 因為大家要求 很多人想要我拍泰溫的攻略影片 周末我又要加班 所以可能會到下禮拜吧 跟大家預告一下 ok謝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一個讚 然後分享 訂閱把小鈴鐺打開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各位再見 掰掰